中国人做菜讲究油温和火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掌握的好不好,会成为菜肴烧的好不好的关键。 可是有一天,当我们做菜的时候不再需要火,甚至也不需要油的时候,这种颠覆性的烹饪方式,您敢尝试吗? 今天是周末,小王和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聚聚,来到餐厅点菜后,没会儿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 不过服务员端上来的菜有些奇怪,这道菜竟然是一颗颗完整有光泽的蛋黄,乍一看,很像是生蛋黄。 这道菜更有意思了,竟然是两颗螺丝冰,而且好像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这难道也可以吃吗? 我第一次看到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的时候很惊讶,和平时以前的菜都不太一样,我就竟能不能吃我感觉这个菜。 抱着疑惑心态的小王用勺子咬了一勺生鸡蛋送到嘴里,没想到这生鸡蛋黄吃起来竟然是南瓜的味道。 再去尝尝别的菜,他也惊奇地发现,吃起来的味道和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这种奇妙的味蕾刺激让小王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 其实,这些让小王感到惊奇的菜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其实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构食物分子的化学物理特性,把它用另外一种食物的姿态沉浸在您的面前,欺骗了您的眼睛,却不能欺骗您的味觉。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分子料理属于高大上,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很远。 但是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了分子美食,而且几乎人人都吃过。 那就是棉花糖与豆腐花,前者是糖受热后经过离心力变化成丝。 这是一个物理变化过程,后者是豆浆加入石膏粉后发生了化学变化。 很想学做分子料理的小王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见他们的大厨。 刚才的野菜都为他做了,你可以向他请教。 小王你好,你多多多大。 郭洪晓,中国分子厨艺烹饪第一人。 小王和郭老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后,郭老师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准备开始教他做几道简单的分子料理。 不过让小王感到奇怪的是,郭老师的案台上并没有厨房里常见的锅碗条盘,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在实验室才会出现的凉杯秤等等物品。 那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做一个南瓜做的一个蛋黄。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是打好的一个南瓜绒。 在纯净水里面我加了海藻椒,然后搅拌一下,这里面的话就是清水。 我教你然后怎么让它做成一个圆球状。 首先呢,这是一个专业圆球的一个工具。 这里面呢,剩三分之一的液体。 然后我们把这个南瓜绒挤到里面。 然后呢,在水里面的话呢,然后呢,让这个海藻椒淹到它。 多晃几下,多晃几下,多晃几下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放到这里面,它就变成一个圆球,很圆的一个球。 然后我把这个,然后球这个球的话,然后再放到清湖,漂几下。 对,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上面的一个胶水漂洗掉,然后比较干净,超嘴里没有粘稠感。 然后我们离开水水,装到这个勺子里面,然后就是我们做好的南瓜蛋黄。 大家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放在勺子里的南瓜绒会凝固成一个个的球呢? 郭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南瓜汁里面加入了一种名为海藻胶纳的物质。 这是一种从海藻中提炼的食品添加剂。 它遇到绿化钙的溶液后,会瞬间发生化学反应,在南瓜绒表面形成一个海藻酸钙的薄膜,让南瓜变成了蛋黄的样子,但却还是南瓜味。 见识了这颠覆视觉效果的南瓜蛋黄,我们再去品尝另一道分子料理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道菜,三文鱼刺身。 下一道呢,我教你做一个那个叶蛋三文鱼,那个三文鱼刺身,我们切碎的三文鱼,我们把芥末切到这里面。 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倒一些菜单。 这是不能直接喝到水里面的,我们这是用它的温度,像我们炸东西一样,把它冻干。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冻干,冻干的话,然后这样的话,它的然后营养充分全部锁在三文鱼里面。 然后,然后我们把三文鱼然后捞进来。 那这个事儿是不是知道它已经好了? 然后三文鱼变成了一堆粉末 没想到经过郭老师的处理 三文鱼变成了一堆粉末 而苛苛树大饱满 晶莹剔透的鱼籽酱 竟然也是西瓜易融厚的成品 平时我们吃三文鱼时 总会担心生的食物可能会有细菌 但是这道三文鱼刺身 就是经过零下200度的液氮处理 什么细菌都变成了浮云 吃起来也更干净放心 冰淇淋是很多女性喜爱的甜品之一 可是边吃能边吐白烟的液氮冰淇淋 您吃过吗 李若言一个北大物理系的再度博士 正利用他所学的知识 给人们带来了舌尖上的 另一种更刺激的体验 只见他麻利地将选好的冰淇淋原料 放在一个容器里 然后不停地搅拌 不过他并没有像传统的做法那样 把食材放进冰箱 而是缓缓地倒入一种无色的液体 不一会儿云雾散出 如同在手中变换出一个迷你仙境 在雾气中 容器中的冰淇淋也逐渐地变坚硬 最后快速冷冻两三分钟 这款独家炮制的冰淇淋就新鲜出炉了 不过这种方法制作的冰淇淋凝固得快 融化得也快 需要短时间内吃完 我们倒的这种物质叫做液氮 它是零下196度 无色无味 也没有腐蚀性 拿它来做冰淇淋 主要是利用它的急速冷冻的作用 液氮是液体氮气 它是一种无色无味 温度极低的不可燃的气体 空气中大约含有70%的氮气 平时我们通过对空气进化压缩分离 就可以得到液氮 当我们把它倒进冰淇淋液里面 并且迅速搅拌的时候 它可以让冰淇淋的原液迅速制冷 快速地越过冰晶成长期 使得这个阶段产生的冰晶不会太大 但是又足够地多 这种小而多的冰晶 这种结构对于冰淇淋的口感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液氮能够让冰淇淋的口感 变得那么好 但是这么低温度的液氮 会不会对人体有危害呢 在这个问题上 你若言一开始也很小心 但在制作过程中发现 短时间的接触液氮 是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因为液氮的气化点很低 所以在你触摸到液氮之前 液氮会气化一大部分 然后在你手上形成一层膜 把你的手和液氮隔开 但是当你长时间地接触液氮时 皮肤表面温度会下降到很低的地步 然后当液氮气化完了之后 皮肤接触高温空气 那么会导致皮肤发热 严重地会造成烧伤 分子料理改变了传统的烹饪方式 这样食物不单单只是食物 而成为视觉味觉 甚至触觉的新感官刺激的烹调概念 这样的食物从外表上 可以欺骗到食客们的视觉 然而吃下去却是满口的惊喜 感谢观看